12月18日,原TVB电视广播业务总经理陈志云在好友王喜的陪同下,现身香港湾仔法庭。 2010年3月10日,陈志云遭到香港律政司控告,称即在其担任无线电视业务总经理期间涉嫌贪污。 陈志云和他的经纪人兼助手从培坤被拘捕,并被冻结400万港币。 2011年9月,陈志云在内的三名被告被宣布无罪释放。 然而,就在上个月,香港律政司向高院上诉成功,折销了陈志云和他的助手从培坤的无罪裁决。 两人恢复被搞身份,而案件则需要发回区域法院审理。 昨天下午3点49分,陈志云出现在湾仔法庭。 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,他始终三肩其口,只是全城面带微笑。 据悉,该案将押后至明年2月20日蓄神,预计审讯两天。 娱乐青年帝孟湘云,夏家文综合报道。